那学佛求的是什么 经体上就是 我们修行 最重要的 是修清净心 平等心 学习 所以这个东西 与世间的 荣华富贵也不相看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世间人 心目当中 希求的是荣华富贵 学佛的人 心目当中 希求的是 清净平等求 你得到了 你怎么那么欢喜 清净心里头就有定 平等心 定的功夫就渗了 这是大吃大悟 定会圆满了 清净心 先前 真路 忘年少了 心定下来 不再向外境攀缘了 这里都有真路 像知足 长路 你看一般人 他有希求 你没有了 亿万富翁 他还想赚钱 还在患得患失 跟你相比 差远了 为什么 他不知足 我这圆满了 满足了 我不再求了 满足了 我圆满了 他们圆满 圆满的人 在历苦的路 没有圆满的人 他在苦当中 他患得患失 我会想赚钱